strategy firing 你打出去了 我的聲音會不會特別小聲 不會 因為 你知道我買了新的筆電 然後 新的筆電呢 ASUS啊 它只有一個孔 因為我以前舊的筆電是有兩個孔 可以同時插耳機跟麥克風 它只有一個孔 那我就要 所以咧 所以然後我就要 應該是個耳機 就是耳麥一樣的東西 就是 那個洞應該是同時具有耳朵 耳機跟麥克風空 可是耳麥的音質就 就是我講話的音質就沒那麼好啊 那你現在麥克風是用什麼 我就是用外接的 就是我就必須要去額外買一個 音效卡 USB的這樣插 才可以同時插 耳機跟麥克風 對啊 可是好像 我耳機聽到的聲音就會 小很多 其實 你沒有問我 我是建議你應該去買一支麥克風 然後它是USB接頭 這樣子比較不會有那個什麼 接觸不良的問題 是 因為接觸 因為我之前也是用3.5吋 就是那個 你現在用耳機頭 可是它其實很容易 你常會聽到 那個有沒有 然後你要去調整 對不對 就麻煩 對 所以我後來就選擇 像我現在用這一顆是 他是USB 就是插USB 那等於是他那一顆 麥克風裡面 他就是有 是一個音效卡 然後在外面 他外面還附一個洞 是 你把耳機插進去 你直接從這邊監聽 然後這邊還有調音量 喔 當然他 這個是 對於你們 來說是很好用的東西 我現在最近也不太滿意了 就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那個 把他變成那個 就是 我想要再做這個混音線上混音 然後調整那個什麼 重音低音啊 或是加效果 那種東西 只是那個東西 那要換的話 可能一下子又 嗯 就是 你現在要整套要換掉 所以我現在還在猶豫當中 喔 因為現在這個東西用很順啊 就是用來接按工作都可以啊 是 像現在講話 就是聽起來也還不差啦 那只是說 有很多音聲音是 就是 你如果想要做一些後製的話 沒有那麼直覺 你有可能要錄完回去再調 那 但是這樣子你錄完回去再調 你也不是很確定怎麼樣 有時候可能 邊講然後直接調 可能會直接有那個效果 就echo啊 然後 磁心聲音 這樣子 嗯 像現在是完全靠著 原音 對 原來的嗓音 這樣子 OK 可是像我去那個 賣場啊 就發現 SB街頭的麥克風還是 真的是少數 沒有啊 蠻多的 只是版貴的 對 大家準備大約三千元左右 但是大概 差不多啊 三千元的基本 便宜的應該有兩千元的 但是其實 像我還記得我一開始遇到 立方的時候 那個時候好像其實是大俠去 介紹大俠自己辦了一個直播節目 然後那時候是邀請馬來摩 馬來摩 馬來摩 跟我跟 超立方 然後呢 還記得那時候 因為他們 他們 那個實況的 其實他們有自己的器材 然後就一個那種類似 的攝影機 然後就拍著我們這樣子 可是他沒有 就是沒有那個什麼 麥克風 就是他的麥克風是附在那個攝影機的那個 所以我們講話空音很大 然後一開始立方來的時候 他就帶著一隻那個麥克風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用這一隻麥克風收我的聲音 可是他那個那個 他那就是USB線 然後就大概只有這麼 30公分長左右的線 可是我們離攝影機非常非常遠 所以就沒辦法 這樣 可是你會知道他那個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這個概念 就是他 他覺得他那個 用那個麥克風收他的聲音 比較好聽 是 所以他一直想要用那個聲音 但是 就是不行 所以就 對 那一次就沒有用這個 這個那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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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嗨 西楊 嗨 嗨 嗨 嗓 嗨 嗨 嗨 講到這個今天那個純小編啊 他不是做一支那個 特別行動玩命關頭特別行動 因為那個耍看事片我沒有辦法去看然後說 我們對片上好像也不好交代 然後都沒有 都沒有一點回饋 所以就請那個老爹啊 安息就錄了一段這樣就幫他放一段 可是因為你知道兩個人看起來都很害羞所以講一講就沒了 就問一問然後兩個人都尷尬然後你看到那個純小編就開始拿棒子折子的臉 兩個人在那邊 扭扭捏捏然後就錄幾段回頭靠回頭 你們才問這樣子而已 然後純小編那個什麼叫他給我的時候他也死不肯給我 他不習慣他不習慣自己的那個臉被拍倒啊 這一點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我最近發現很多人啊 撥照片的時候那個我那時候一開始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個照片的背背面啊 這是反過來的 喔 對然後我後來發現說 當純小編給我的時候也全部都是反過來的 因為他自己偷偷後製人給我 就是他對他自己就是 的那個 樣貌其實很沒有信心 其實根本 這何苦 明明就年輕貌美的 對那不是他的情況是 他不習慣 被人拍就是看到自己的樣子 這一點跟我 我第一次錄音然後聽到自己的聲音也有同樣的狀況 就是我的聲音是這樣子嗎好不習慣 不好意思這樣 覺得很難聽 因為你 我們平常講話的聲音事實上不是 你們聽到的聲音跟我 聽到我自己的聲音不一樣啊 我後來發現這件事我想你們應該知道吧 就是我們講話的聲音會透過我的腦殼你知道 就是 你 你在講話的時候其實你的頭顱是一直在震動的 嗯對你整個頭顱是個發聲系統 所以 我聽到的是我的腦殼裡面的聲音跟外面的聲音的回響 可是你們不一樣你們聽到的是我 我直接發出來的聲音所以其實 聲音有點不同 這個這個我知道 對所以 對當當你去錄下來的時候再放了說他就不是你的腦殼發出來的聲音有沒有 就是變成是別人也聽得到的那種聲音 所以你會突然間大部分人一開始聽的時候都覺得超不習慣 那臉也是 你自己平常很少看到你自己 可能最容易看到你自己也是照鏡子的樣子 或者是 可是照鏡子的樣子就是跟 被拍下來的樣子又有點不一樣 對所以他的第一個反射動作是把它想要把它調成 像鏡子裡面他說就反轉他 可是我看的時候就覺得超詭異的 因為臉是歪的 我們五官其實 我們五官其實翻面會很奇怪喔 是左右左邊變右邊右邊變左邊的時候你 你突然間覺得這個人有點怪怪的 對 我那時候覺得很奇怪當我把它翻過來 哇靠原來他把他把他扭曲了 所以 好沒關係 純小編 其實你很漂亮的那個時候請培養你的自信 不過那個 他那個 他平常應該有在上網嗎 他應該自己常常會拍一些自拍之類的吧 那不一樣 但是女生的我發現女生自拍 永遠通常就是 漂亮女孩子啊 拍照你會發現永遠都同一個角度 對 你把他全部疊起來 就有點像那個什麼名模大間諜 你有看到名模大間諜這部電影嗎 他拍那個 他拍那個 那個什麼 月曆你知道嗎 那邊有一段那個 那個蒙太奇就在笑這件事情 他的月曆那個表情一模一樣 姿勢也一模一樣 然後結果背景一直在換 我發現很多網美啊都有同樣的情況 就是他們每次都是一個角度這樣子 他每次拍他就覺得他可能就覺得他那個角度最漂亮他就拍那個角度 可是 沒有發 他們不會發現的是 在我眼中看了你的每張照片都是一模一樣 那你為什麼要拍那個 就是他的背景不一樣 那為什麼你直接把他Key下來就好 你直接換 以後就拍一張環境然後把你的臉放進去就好 最美的那個狀態 這個這個其實 欸 你的說什麼 不過那個如果說那個 以後這個我們這個手法要成為那個固定的單元的話 那其實 那個傳人小編他可以用自己自拍方式 去介紹這東西 這樣子 對他也比較不會 他也比較不會緊張吧 也比較不會害羞吧 還是要玩那種拇指的那個 以前不是有那種那個 剪指的 然後只有嘴巴在動 你知道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沒有啊 沒有啊 像那種情況我覺得 反正就是如果你 其實就是習慣自己的樣貌 就好 我其實是覺得像我後來 我也沒有說我覺得我自己很帥啊 我只是已經習慣了自己的樣子就反正我就是胖胖的 然後 我也是要怎麼 你要對就是所謂的對自己有自信有的時候不是說覺得自己很帥 有的時候你是不接受自己那個樣子 有的時候你是不接受你自己那個樣子 然後你就一輩子就 沒有辦法 在人家面前講話 但我其實也不是說完完全全的 對自己 就是已經完全接受自己 像我現在穿成這樣子也是一個 我覺得我這樣子比較好事 比較好比較好把這個樣子給人家看 這樣我就很很不在 我就覺得我自己打字幕很難看 所以到現在其實 我現在很少去游泳吃什麼 其實我這個禮拜沒什麼事情 有了 可以 這個禮拜可以閒聊一些那種 日常啊 我的日常最近的日常就是去弄那個館長的影片 這件事情我覺得還蠻有趣可以聊這個 我現在有 現在有 白優美進來了 你是回家了嗎 對 我看我看你們剛剛聊聊的還蠻開心的 而且 話題上基本上不是我能夠插上嘴 我還以為你會有很多那個類似話題 因為你常常在拍人家呀 我沒有 拍新聞是一回事啊 可是我說句老實話 你說拍新聞那種東西 你講的不好聽點都是 先求有再求好嗎 那 那你又去 直接一點 又不是拍專題 你拍專題的話 有足夠時間讓你慢慢拍的都還好說啊 前幾天 前幾天才 臨時 那你又淡機出門 然後跟那個 公司一個節目部的同事吧 去訪問那個 左撇子啊 然後怎麼樣 沒有 就只是現場 現場就是 恩 因為 剛好那一天 訪問的主題是要那個 豆豆龍的那一部那個 恐怖童書改編的那個電影 要聊那部片 那部片因為我手邊上的那個資料還沒有很足 所以 恩 節目 那個 節目需要的素材錄完的時候 我插不上話 我就在旁邊當聽眾啊 那可是有人在訪 是所以這個有編導在訪他嗎 呃 就就我們的那個 記者兼 製作人在在訪問他呀 對通常是這樣子 哎呀安西沒下 不然安西應該可以聊一下他在做那個 因為安西最近也去當那個 隨來晚餐的那個 工作工作廳 好像是製作人吧 對啊 對所以 應該可以聊一聊那個 因為我剛剛突然間講到這個 女性對於自己的樣貌有一個他自己 想要的那個樣子 我突然間想到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女性的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 有持續在網路上露臉的人可能都有 其實是會覺得 算是啦 但是我的我現在的講的經驗是說 在 網紅時代還沒有開始出來之前 女性比較會去注意自己 要是什麼樣子 或者我去拍 別人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那個 女性比較在 然後有的時候 挑戰啊 那時候不就有了嗎 什麼你說什麼 有無名小站 哇對 無名小站 沒有我 我現在想要聊的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案 就是我們有一次去拍一個 算我不要指名道姓 因為那個 老闆 那位老闆還在線上 應該在工作 就是現在他的公司也都還在 去拍一個 美髮團體 美髮團體的那個 類似那種企業簡介的東西 我要訪訪他們的 董事長 可是董事長是個女的 然後他的 先生是議員 曾經已經離婚了 先生曾經是個 政治人物 議員 然後他 就是好像是 靠著為藝人 當藝人的那種髮型師啊 然後 崛起的 然後 可是我們去拍他的時候他其實已經本人已經大概50多了吧 可是他的這個你知道他常常會出一些那種書嗎就是你知道皇冠 我好像知道你講是誰 我 我不要講名字嘛 反正 因為通常這種情況 應該沒有那麼多人認識他 我自己 第一次看到他說 原來還有這種人 這樣子 因為自己根本不是還不是很熟他們 然後 他們 就是 都會出那種書嗎 就是他就是弄 你知道通常名人 至少在 20 20年前吧 10年20年前 就是當時的情況 這樣就是 有個名人然後他突然間要建立知名度的話 通常幾個做法就是 他可能要出本書 他首先要他自己的身份變成作者 然後 之後呢大家都可以一直引用他的那本書 然後接下來他可能去上一千 通告 比如說有些節目採訪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網路 應該是說網路還沒有那麼的 普及沒有YouTube 所以你要看到影片這個東西 基本上你只能夠在電視 看到 看得到 然後要如何製造曝光綠的 你要上電視 然後你要有書 雜誌上面要你的封面 那一千比較漂亮的女孩子 或者是明星 他們當然就可能會去上那種那個 Pipo 然後GQ啊 然後那個男人幫啊 對這個這個營收起來 那個男人幫啊或者是那種那個 比較 沒有那麼紅的人可能就去上那種 獨家報導 翡翠啊 那個第一手 我現在講這些東西其實我不知道現在這些雜誌還在不在 很老耶 翡翠 可是那其實是我小時候的謬思 小時候那個 青少年那種小學的時候看到 哇這女孩好正 因為他們總會穿那種很 拍那種很性感的照片 然後都會在那種 西本的那種 底下這樣 翡翠 那種跟第一手更是稱之於比較低的那種 對啊就是那種 我記得我以前就只有在裡頭髮的時候才會看到照片 對對對 可是我很愛看 就是 因為他裡面總是會拍 就寫一些很低俗的那種 小說你知道啊 就是那種 他也不能算小說感覺想要什麼社會案件什麼 但是事實上就胡說了 可是 就就很 很山色心 對 然後反正好 那 這位那個他是知名人士 可是他的那個有點模糊 因為他又是女性 然後他又在做美髮 然後跟美容 然後呢 但是他又是 個企業領導者 所以他常常去可能做一些那種皇冠 像皇冠雜誌這種 就是一些那種美容書啊 然後那個彩妝書 髮型書然後就是會有一個 想看 無念真啊 蔡康勇那個時候 其實都常在皇冠 都是在皇冠旗下有出書 然後女性的話 像是誰 廖廖輝瑩也有 然後黃小禎 就是反正就是一些那種 其實那個就是那個年代的意見領袖 好像現在意見領袖非常非常多啊 你自己隨便開個頻道 你就變意見領袖 但是那個時候 你必須要有一些 媒體加持 你又願意捧你 然後願意為你出這個書 那當然如果你是企業主的話 你知道 天下雜誌就會幫你做這件事 什麼什麼無愧啊 就是一些那種 比如說那種 宋楚瑜的那個 就是有那個幽靈寫手 就是幫他代筆 寫他的自傳 那種東西 然後就一本這樣子的書 郭台如果是郭台銘 應該也有 或什麼總裁獅子心 顏長壽 什麼就是 一本然後前面會寫一個 他們的那個助腳 然後 其實那個那個是很 那個是蠻狗腿的東西 就是那種 普莫偉人傳記 在人家還活著的時候 就寫偉人傳記給他 然後反他們成功傳奇 講了一大堆就是 當我們 這個聽去拍他採訪的時候他年紀其實已經也不小 要60幾 然後呢可是呢 他在就是在拍攝現場一直跟我們講說 就拿了那個什麼 他30幾歲的那張照片 他說他要 還要希望能夠把他拍成這個樣子 但是為什麼 但是為什麼就是很想要爭取這個 客戶嗎 他畢竟是一個 算是那種中型企業 也算是有名 算是有有有有頭了 有有頭 應該是有來頭的那個 公司嗎 如果我們能夠抓到接到這個 他的固定的那個案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比較穩定 所以當然不可以代辦的他嘛 然後就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還是用1K的燈 那個 BioMan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個大俠也應該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 1000瓦的 都已經帶到1K的算是很重 那個時候我們拍片通常都是要帶3顆1000瓦的燈 對 就是我們帶著那個箱子啊然後裡面有各種那個燈角 然後起板架呀 然後很多那種反光板 這樣子帶 就是我們那時候是助理嘛就在外面很辛苦的這樣子 然後老闆就是攝影師的手一伸 然後你就要趕快 拿過去 而且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他要什麼 然後就 那個時候整個房間好亮啊 1000瓦真的很亮一顆1000瓦的燈 你整個房間全部都超亮超亮的 他用了3顆 那個整個房間金幣輝煌 因為你要把人打的票 你要讓人看起來那個皮膚漂亮然後光 光強是很重要的 然後可是光強光 一強然後你的那個臉部的細節就變少 那就是比如說你的臉曝光過度 然後你如果那個早用照相機拍自己然後把那個光調到很爆 你自己的眼睛看不清楚 然後這就是為什麼很多 電視台有沒有 新聞台的那個 主播有沒有 裝非常非常的濃 他就是要用線把自己的臉部的輪廓給畫出來 所以就跟今天純任小編他自己的影片 他把自己調的很白 他把自己調的他臉上細節其實都沒有了 沒有但是通常這是女性的一個迷思嘛 就是他總是會覺得一白遮三醜 但是 好吧 但是我得說啦就是女性看自己跟男生看他們 因為有的時候像那個工作之餘我在 在 是我的那個 攝影機的時候 就就會拍他一下 他永遠都 他永遠都覺得我拍他拍得很醜 可是我就都一直覺得說 就是 我很喜歡拍那種一個人他沒有設防的時候 他自然而然的那個樣子 但是呢 當你一把鏡頭對準他他們就會突然間防備然後對鏡頭比個頁 好這時候我就沒有辦法就是覺得說 我剛剛想要抓那個 決定性的瞬間消失 他們尤其是女性喔女性真的很 很 我遇到越是越是那個什麼年輕貌美的女性啊 他們越是會這樣子他們不喜歡 毫無防備的 讓人捕捉你的樣貌 他們要他們要 武裝起來就是 要讓自己看起來 要讓自己看起來很漂亮 是他們自己要的那個樣子 不過這個我覺得後來 應該也說不只是年輕貌美的女性 就是其實 有面對鏡頭經驗的女性也都 多多少少會 多少會來那個 沒有一個人希望說自己的那個醜樣子被流傳千古 而且他們不對你沒有什麼信心他們 不相信你會把他拍漂亮 這點我其實覺得也不能怪他因為我自己每次 就沒有人幫我拍漂亮過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可能照個鏡子覺得還 還不錯吧 對可是他怎麼 為什麼把我拍那麼醜 有有有有有有通感有通感 等一下那個 等我一下你們先聊一下我的 我突然間想起來我那個 攝影機的那個電池沒有換 等一下 等一下 畫面沒了 聊到那個什麼 旁邊的那個攝影師間老闆要什麼東西就要趕快送上去 比較長眼一點 我就想到以前那個時候我剛開始在 華視那邊那時候在上攝影課吧 就在我進新聞圈入行之前 我們那一梯 我們那一梯有六個同學 其中有一個一開始是 我們那一批裡頭最早入行 他當時是在河馬 恩 然後 河馬 我知道 然後那個時候 他是講說他在那邊坐了兩個禮拜 然後 做到後來他是 真的很受不了離開 不是因為說 很累 因為他 我們其實在 河馬算蠻老的公司 對對對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在華視上課的時候 其實 當時跟我們上課的老師 是一位叫 陳武雄的一個老師而已 好耳熟 順帶一提現 現在我們還有跟那位老師在聯絡 然後 那個時候那個老師 就有講到說這個行業很累 所以基本的一個 業界的概況 我們都已經有心理準備 都已經知道了 恩 結果就發生一個很 他自己講起來 我們聽了覺得很好笑 但是 事後回想起來其實覺得蠻想哭的一個事情 什麼事情 我們那個時候在業界 任何新手剛入行都是從社柱開始幹 那你基本上你社柱就是 講難聽給你社柱不是 你是狗 你是屎 你是連屎 都不如的存在 在這個業界以後真的是這個樣子 那個 然後呢 你繼續講 然後他當時的工作狀況就是 他是 連社柱裡頭的社柱 的 助理 的助理 就是最 最邊邊角角的那種 邊緣人 的身份的地位都不到 剝削結構最底層的那種殘殺 比那種喳喳更喳喳的那種 那種處境 我就這樣講了 我就不想這樣講了 然後 他那個時候是這樣的 就是他跟了一個老攝影 那那個老攝影 我就不講是誰了 基本上就是在河馬那個 那個老攝影 他跟過很多 大製作的作品 像什麼痞子英雄啊 或者是什麼 就是我們隨便便講出 特別有名的其他作品 電視時代的那個痞子英雄 對對對 然後 大家都是接那個 戲劇的那個電視戲劇 就是那個時代的 然後 那個老攝影是真的很厲害 嗯 拍拍東西啊 構圖什麼各方面都很 可是呢 他根據他的轉述啦 就是他提到說 就是其他帶他 對他比較好一點的 攝助 已經有一點地位了 不是那種邊邊角角 最底層那種喳喳的那種 就稍微已經有點地位 然後 願意好好教他的那幾個攝助 就跟他提過說 那個老攝影脾氣比較差 那有的時候他抓不到一些他要的感覺的時候 可能他會遷怒 OK 他基本上已經有這樣的心理認知了 結果我為什麼講說他只錄了兩個禮拜呢 就是根據他的轉述 那一天的狀況是 他也是跟著劇組出去 然後 前面已經他忍了很多天了 就是 即使他只是站在一個 鏡頭不會帶到他的地方 基本上已經完全不影響鏡頭的 位置 去幫忙做收音 或者是幫忙擺燈 那個老攝影都可以牽脫 罵說你他媽的誰叫你站在那個地方啊 你他媽的誰叫你這樣收音的啊 老屁股都這樣子啊 對就是這樣講 他離職的那一天 就他做了兩個禮拜 氣到離職的那一天 他跟那個老攝影爆發的非常激烈的衝突 他就在老攝影又在屌他的當下 他就直接 當然他摔 雖然說他說他是有摔器材 不過原則上 我們講究老實說 我們自己有在做攝影都知道 摔腳架其實腳架不會怎麼樣 是 他那時候搬腳架一起把腳架往地上一甩 幹你他媽很老是不是 老子今天就不幹了 甩了就走了 老攝影都在那邊 整個劇組的人都在那邊 他真的就走了 我一點都不意外 對 他不就在那個不用混啊 對可是說起來好笑 晨晨又你有一臉講的蠻好笑的 對乍聽之下他好像在這圈內不用混了對不對 知道我跟朋友之前有在籌組那個 創作工作室應該應該大家都多少知道這件事情 算順帶一提那個工作室那邊因為現在經營上問題 工作室是交給我們 就是現任的負責人在管理 那我這邊我已經退出經營了 就是偶爾他需要人手我才回去支援 這個先題外話聊一下 然後 重點是就那個時候我們工作室剛成立的時候 我們三個朋友下去南部 去拍攝一個宮廟活動 然後 剛剛提到那位跟老師一嗆說 你他媽很老是不是 那一位 現在他在南部那邊的一間 你要說是傳播公司也對 你要說他是 就是我們所謂的那種 對岸中國大陸 透過一些 其他的海外空殼公司的名義來台灣 註冊的那種電視台也對 我們就姑且不管他是哪一種性質的 反正就是他在那一邊的 那個傳播公司 或者說他的那種 就是 駐台電視台的那個駐點 那一邊 他的業務範圍主要是針對中國大陸的一些 例如說他可能需要派台灣的選舉 然後就案子下來這樣子 他現在是在那一家公司工作 然後 你聽起來好像他跟那個老車已經幹上了 就 不用指望在業界貨了嗎 不是 他現在在那家傳播公司以後 已經是做到最 那個 基本上不是老二也是老三的那個 導播 然後他自己買了房子還買了車子 而且全部小青 好啦我們現在在聊今天的電影之前可以聊一間走 那個什麼秘辛 媒體小秘辛 然後像我自己以前剛入行的時候也曾經碰過一些不長眼的事情 那以前那個時候因為剛開始跑新聞 我自己是從零開始進這一行的 我甚至曾經被一個 有參與過製作 就是參與次零 雖然那部片很爛我順帶一提 次零你參與過次零 不是就是我有一個 就我雖然有一個參與過次零的一個 前輩 他那個時候是在我剛入行的那間公司 就是年代 年代電視台 的SNG組擔任導播 那他的師父就是那個次零的其中一個編劇 然後他自己也有下去幫忙做 第二組還第三組的攝影 對然後 我那個時候在一個禮拜在他底下 就是學怎麼樣拍東西 那因為那個時候什麼都不懂 不受教 他直接就跟我講說 你不適合待這一行 然後直接去跟當時印證我進來的一個老攝影的長官 講說 趕快勸 袁松改行 結果我那個長官跟我聊了很多以後知道我對這個圈內還有一些熱忱 只是我找不到方法 就因為那時候我對攝影這東西真的沒有sense 那不可以 對我可以請問一下 是 是因為什麼原因 讓那個大哥覺得你 並不適合 實際上這個業界其實 基本上只要是活人應該都可以用 對我換個方式來講好了 如果說你今天要我去採訪一個新聞場合 的話我可以很精準的知道說今天採訪主題重點是什麼 訪問對象是什麼 甚至於說 很清楚說我應該要去 怎麼樣來 拍攝我需要的新聞素材 但是當年我剛入行的那個時間點 我基本上這些sense是完全沒有 是 你包括說一些分鏡的概念 我這些事都沒有 嗯 那結果弄到後來就很好笑 就是 在要準備給我驗收考試 我那一天 到底能不能繼續在業界待下去那一天的時候 臨時就在我上陣去拍一個 馬上家裡要直播直鏡畫面的那個案子 原先講好的拍攝地點 人家轉到別的地方 我就傻在那個地方 我不曉得該怎麼辦 緊急剛好旁邊的那個工程大哥他抖攝影 他把機器接過去趕快就跟過去拍 原送趕快跟過來幫忙拉線 可是你那個時候是當攝影師還是當攝主 攝主可是叫我直接那個上上去試說我拍出來的感覺怎麼樣 因為這件事情 後來吧就是那個老攝影的那個長官 有跟我聊了很多 然後後面就講說那姑且就 我是很慶幸說他當時願意給我機會讓我留下來 所以現在還沒沒想想混了 稍微有點樣子 但是那個時候他就只跟我講一句話 好啦 基本上能教了就教 那你也不是沒熱誠 概念你也不是沒有 只是說你抓不到那個感覺 那就當作笨鳥曼飛吧 沒有啊他們這樣子是 比較嚴苛 因為我得 我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不是主要重點是因為說 我在入行的這個點的時候 原本我是希望說從 電視台的節目部 真的就從助理開始學 但是 那個時候我一入行我就直接在新聞圈 然後新聞圈是馬上大概 就是搶畫面啊 新人馬上第一到第二個禮拜 你就要上陣 就是搶畫面 對就是你什麼都馬上去搶 搶著上陣 就是 不過那個 我發現到有人抖內一千塊 誰抖內一千塊 我應該要考好感謝他 最近很窮啊 不是不是 有史以來抖內最多錢 等一下 為什麼啊 笨蛙娛樂慶祭 國分部部長 笨蛙 笨蛙是國 就是那個 統神的那個 公司 統神的公司 最喜歡辦評出業外眠了 出個加油啊 感謝你 應該不是真的 應該不是真的統神吧 我以為你要剛剛講說應該不是真的抖內一千元 看出來 是 10元 點零 好 好啦 感謝你 既然抖一千元這是怎麼回事 對 哇大手筆 好來那個什麼 其實我回到那個剛剛那個誰啊 BioMan BioMan講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大俠應該你也有 我們幾個都是 都是混過海的 沒有 其實 像BioMan講那些東西 我大部分只是耳聞 因為 因為我那個第一個工作是在廣告圈 廣告圈 雖然說廣告圈 也並沒有說真的健康到哪裡 但他的體質其實還是比 電視圈健康一些些 我只能這樣講 有些 一些公怪入禮 你們這邊 可能常常會 在講啊 把他們做一些經驗來講 我遇到的情況不是沒有 但是比例上比較少一點 可是你在一開始的工作應該也是 對我覺得一開始大家當入行的時候應該都是很痛苦 是那時候是蠻累的 但是 像比如說像剛剛BioMan那種 大家會 互相吵架 老人在那邊白勞 這東西 我有聽過 但是 比例上沒有像說 電視圈那種 很明顯說好像 天天都有各種不同的事情在發生 我們那邊稍微 稍微有一點制度 我先繼續補充完一點 因為我剛好那個有點微痛 我長話短說 那我自己碰過了一個狀況 因為那個時候真的很不錄 我真的就很不受教 然後 有一個老社會的一個大哥 就是 他自己聲稱啦 我不敢說是不是真的這樣子啦 就是 大家都還記得那個時候陳靜欣在那個 非洲五彎那個劫持事件有時候拍到陳靜欣開槍鏡頭的那位攝影 對當時帶我的其中一個師傅是他 在新聞圈帶我其中一個師傅是他 那他也知道說 我的狀況大概怎麼樣 然後 他那個時候就是因為當時 有兩位社會組的長官也覺得說我狀況不是很好 一直要請我那個 攝影組的長官叫我說勸我 趕快轉行 對 然後結果 他知道說我拍東西其實不是沒有sense 只是說 抓不到重點 不知道說該怎麼樣去抓到他們要的東西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保我進那個 大業 大業班是工作 工作步調相對比較慢 老經驗的攝影都很多 所以他們就可以有很多很充足的時間去教我一些觀念 然後 順帶一提 當時帶我的幾個大業的老大哥現在都轉到白天班來 因為他們身體狀況 就是 沒有辦法調適過來 他們想說轉回來就對了 重點就是 當時在帶我的時候 他們也教了我很多東西 結果 我才剛開始上軌道的時間點 那兩位社會組的長官 就是文字那邊社會組長官 覺得說我開始像樣 就開始想要拿我來修理另外一位正式大業班的攝影 我那個時候只是帶班 想要拿說 你看元松都教得出東西了 為什麼你教不出來 想要用我來修理那個大業的大哥 就開始叫我去挖一些 例如說一些什麼獨家呀 或者說去找一些可以拿來做那個 就有的時候新聞會有一些今天重點議題的東西 這邊的部分等一下我上完廁所回來有機會我再繼續講完 我的重點是就那個時候好死不死我在跑大業的期間點給我碰到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搞到最後有幾個老大業的大哥 氣到說我們知道你被長官傲但是你這樣搞我們 你要不要自己 離開大業 離開這圈子算了 不然我們會集體來弄你 什麼事情 建國百年 發生什麼樣重大事情 大家還有印象嗎 在建國百年那一天 國父的孫女孫醉芬 在花火園區附近銜接高速公路的那個建國高架 交流道口那裡發生重大車禍 結果 沒有撐完一億月 那個孫醉芬就因為 即興拜險就過世 這個應該大家還有一點印象吧 順帶一提 因為這件事情害了全國每個人都要綁安全帶 對不起 小弟我幹的 什麼意思 因為是我趕到那個事發現場去 我拍到了唯一一家拍到孫醉芬車禍現場的攝影 就是小弟在小弟 沒有沒有 你剛才這樣講害我以為 害我以為是你弄他的 對啊 害我以為是你害他車禍 我那時候我去拍這個車禍事件 然後呢我把那個車禍現場拍的非常完整 所以警方也跟我要了一份他們的那個 收證 收證帶 然後就確認就是因為說他沒有綁安全帶 他出了這樣的事情 所以 後座強制綁安全帶這件事情是我害的 到現在的這件事情 一大堆跟我熟的老攝影 都還在拿這件事情虧我 我們現在鄉親了綁安全帶 這還好啦 這還好啦 不會啊這算是一個值得驕傲的事情啊 你改變了第一次 這很驕傲對不對 錯了 因為這件事情 當時我把幾個 領導大業的那幾個資深大哥 寄到說 因為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呃 白天班的那個人手不夠 因為全部都去支援建國 建國百年元旦當天的活動 沒有人手 那建國高架橋那邊的車禍事件 很重大 那可是因為擠不出人手了 那 袁松人手不夠 你方不方便再多加班半個小時去拍一下 好那我過去吧 我也發了訊息 跟大業大哥他們講 因為那個時候我還沒有用那個智慧手機 我還是用智障手機 然後 我就跟他們講說我會去一趟車禍現場那邊 然後 然後畫面拍好以後我會請那個 家裡的一些同事幫忙把袋子靠好分享給大家 我也跟他們打 沒關係你去不影響 反假的車禍應該大家不會要 結果當天晚上一看國父孫女出車禍 各個打電話來跟我幹掉 你他媽誰叫你去跑這場車禍 你他媽你知不知道 要露就乾脆大家一起露什麼 沒有因為他搶到獨家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拍到這個畫面 結果公司那邊後來還知道是國父的孫女出車禍 只有我們家到現場 所以其他人 你其他家沒有去 其他人氣就是說 你讓我們多了工作 對然後 這個怪事 就講說你其他家沒拍到你們該死嗎 誰叫你們不派人 我們家有 要不我們要心 等我們今天撥完再給你們 又抖了一千塊 您是怎麼回事啊 您分部部長 就把我 我那個時候我就莫名其妙被我長官陰到 你知道嗎 我那個時候我就莫名其妙被我長官給陰到 那我剛剛稍早提到的就是 稍早我提到的就是那個 兩個 我兩個社會組的長官要用透過我去弄那個 另外一個正式的那個大夜攝影人那個大哥的事情 那個都是在這件事情之後 這個真的是環境的問題 對我那個時候我真的就是 我真的莫名其妙躺著給中槍 我就想說聽到我那個 當初把我進大夜那個老大哥說 就是大家怎麼說你就怎麼做 真的不行打個招呼你去做 大家不會怎樣 對我都照這一套做了 照樣出事 沒有啦 這不能 該說這不能怪你 但是只是說在這個環境裡面 就是這個環境 結果後來比較好的是有幾個跟那些老大哥交情很好 然後也對我很好的大哥 恩 就跟我講說 好啦 知道那個元松你你委屈啊 怎樣的 他們只是一時氣了 沒事啦 找時間就是你你帶一些 因為我們大夜有一個專門在新北市那裡的那個 消防局的記者室那邊 我們固定在那邊集合 你就帶幾罐啤酒過去 然後買一點鹹酥雞 大家在那邊吃一吃聊一聊 兩三句話就聊開了 沒事啦 對啊是沒事啦 我也覺得是沒事 結果後來那個幾個老大哥也是跟我講說 沒事啦 不怪我啦 只是就罵一罵 罵一罵罵完了以後 好心理心理舒坦了以後 馬上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不過說真的 元松 幹得好 我們第一次不用跟著 E電視還有蘋果 屁無法 對啊 因為他們那個是鬧脾氣 所以這沒什麼好說的 不是 我說最後這一句話 讓我覺得 很舒服的點 為什麼 因為當時 E電視跟蘋果 什麼都跑在那個 Cable台的前面 對 是啊 就是你做了一件事情 是 你做了一件事情 讓那個Cable台洋沒吐氣 你在講的情況當年是 電視竟然在追著雜誌在跑的 雜誌永遠在跑的東西都是電視平常看不到的 第一次我們用跟著李放在屁股跑 好啦去上廁所 去上廁所 你們在聊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看我在找機會 跑新聞的一些那個 小小受尾缺一些內幕 你先去上廁所 居上廁所 但是我不能講我被哪些竹丸搞 我沒有要你 我沒有 我沒有你爆這個料啊 沒有 因為不是講說盡量閒聊聊一些 各自在業界的那個 一些經驗談 但是我沒有來指名道姓 因為其實像剛剛那個促兄A問我 其實 我這邊也是有 聽說過一些事情 但直過可能沒有元首那麼精彩的 不會不會 我覺得你超精彩的 其實像前陣子不是那個 卓人秘密的那個主角 吳可欣 他不是在 他自己的 粉絲頁上 他就是講說他以前拍廣告 然後被導演欺負的 故事嘛 其實我自己也是有聽說過 有個廣告界也是算蠻大的導演 但他的名 因為他是 在廣告圈內算蠻很大 但是可能 不是廣告圈的人 可能沒有人聽過他的名字啦 所以說我也不用講說他是什麼名字啦 反正應該也大部分也沒人知道 但是他找過應該是 很多那有名的廣告應該很多人都有看過 他就是 聽說他就是有個特性 就是說 他在片場 對 如果教那個 比如說教演員演戲 你也知道廣告 拍廣告片的演員 其實很多 很可能都是素人 他可能就只是一個單純的素人被請來拍片 或是 單純的小魔被請來拍片 如果那個導演如果覺得說 那個 演員 演不好他會直接在現場直接當場打人 打人 對直接打那個演員 打到他會演為止 屁啦 只要打一打就會演 對 這是 真的我聽說過 好像是有那個情況 然後 他看到那個現場如果有哪些東西 他 不滿意比如說燈光不滿意啊 或是什麼道具不滿意 他也會當場 就直接在現場直接狂罵 那些 製作主啊 什麼之類的人 所以說聽說那個導演就是被 某些經濟公司根本就封殺掉 對 有些經濟公司就說 只要是這個導演的片 那我們家的 那些 演員們就不去演 就不接他 他的片子 但其實 雖然說你會說 這導演 民生這麼壞 他現在還有工作嗎 其實他現在工作好像還不錯的 還是還是很多人找他拍片 這一行 一直都是這樣子的啦 就是你 老是會在想說為什麼 他人這麼糟 可是為什麼卻還能左右逢圓 但是因為 我現在的理解是你人越好 你在這個業界越難相成 都覺得是有點這樣子 那個我要反饋一下那個 他雖然現在是上廁所但是我可以 講一下 因為 像我在 我也是從社助開始 進去 進去那個進來進到這個業界 媒體 那我畢業的時候 其實啊很多人都 都去新聞台 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歡新聞台 我真的非常不喜歡那種一天 然後要趕出 這樣子短短那個長短短的兩分鐘然後要把他拼命弄 那個工作環境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台名是沒有那麼快的 然後再來 我覺得那樣子弄其實也沒有辦法 弄得很漂亮 接下來做完大家也都會忘記 其實我 待會想問一下 如果說他的 志向是想要拍片的話為什麼一開始會選擇 新聞 他不是原本想要進節目組嗎 怎麼 因為 就我的舊所的這兩個 拍節目跟 拍新聞跟 拍自己的東西是完全不一樣 雖然說都是一樣啦 攝影機 但本質上其實完全不一樣 待會可以問一下 我繼續說那個 因為 新聞 是當時我們在畢業的時候 其實就有提到過 就是新聞台其實是最容易找得到工作的地方 因為他們就是需要年輕力壯的那個 然後去搶畫面的人 然後那時候就是 當時我有個同學啊 身高一百九 他現在還在就是他 然後他就去當當那個什麼 扛攝影機的記者 他現在還在當喔 因為他一百九真的很好搶畫面 但是我那時候就一直都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首先我自己沒有 我其實對自己的體能也沒有這種自信 所以我後來去的時候是去選擇 傳播公司 其實我覺得我也沒有特別去選 因為我真的是到處去面試然後希望能夠找得到工作 然後反正有點陰錯陽差 因為其實當時有兩個 有兩個單位都都通知我去那個 去上班 他就只有有一個是 找了 一個禮拜 然後他的待遇多2000元 然後我就去那邊 那可是呢 其實我覺得這就贏 這就造成我後來的那個什麼 人生有轉變 人生有轉變 因為你你學的東西都不一樣 因為我第一個 這個我去印試的工作是 就傳播公司 就是攝影助理 兼簡介助理 就是他是一個小單位 但是那個進去 就發現你才三個人而已 就老闆 另一個同事還有我 就他是一個個人 算是個人單位 然後他需要養助理 所以他就成立一間公司 另外一個呢 就是那種廣告公司 就是去去當可能是當企劃助理 對那不一樣喔 你當企劃助理你可能 學的東西就已經跟拍攝師 比較沒有關係 你可能要從腳本開始 我去 傳播公司 然後那個老闆他其實又是攝影師 以前是做攝影師 就扛那種背他看 ENG的 進去就是 先從當當他的攝影助理開始 然後回來東西再去再去撿 然後就是會去碰到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情況 去拍那種那個 老闆啊 然後或者是什麼 一些產品介紹啊 然後當時正好就是購物台興起的年代 然後再加上那種非線性剪輯 也興起了 對 就那個時候 在我 念書的時候正好是非線性剪輯 跟線性交錯的年代 所以很多老師都還不願意教 非線性 那時候還有兩門客 一個就是線性剪輯 另外一個是非線性 對 線性剪輯是要去租那個 剪接室 就是用那個轉盤 弄那個袋子 就是以前那個那個我買過 對那個 其實那還蠻好玩的 你會覺得你自己超專業的 就是那個剪接盤是 那種很多人都 打得超用力 然後就轉 然後轉的時候 然後 然後你就 選到那個位置 然後再 走到那個地方 對那 當時的剪接真的就是 把 就是你要準備三台 錄影機 然後把 準備A機 B機然後把A機跟B 把A機的畫面 接B機的畫面 然後錄在第三台 這樣 然後用那個剪接盤在那邊弄 這樣子 對所以很多 其實很多電視台到 可能到最近 可能還是在做這件事情 對 ABRODE 所以ABRODE 對我都已經快要忘記這個詞了 那可是當我進去工作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 Premiere 這種軟體 Adobe Premiere 這種軟體開始興起 我那時候還是Premiere 6.5的年代 6.5很爛 6.5很爛 爛到爆炸 那 就是那個時候就覺得 但應該是說 剪那個 你如果像用來剪劇情片的話 Premiere 6.5還可以 對 而且只是說那個時候真的是 轉輸出一次 影片 他的那個什麼 畫質就掉一次 輸出到第三次的時候 那畫面已經很奇怪了 然後我們在弄 而且那個時候的電腦也蠻慢的 那當時還是那個1G的記憶體的年代 1G的記憶體就可以跟人家講說我家電腦很好那個那個年代 然後我還記得我每次在算的時候就是要好幾個鐘頭 然後就我在那個什麼做那個學生作品的那個時候去學校的那個剪接式 然後他在輸出的時候就帶一本武俠小說在那邊看 太久了 就在那邊弄這樣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是覺得就在學校裡面 可能真的是學校在學校裡面沒有人在做這件事所以我是裡面的佼佼者 就怎樣覺得好像你很厲害這樣 然後我就 呃 憑著這個傲氣覺得好像外面很好 很好混 然後就進去 可是進去以後就是 立刻就是 遇到很大的那種震撼效應 原來這世界沒那麼好混 第一天呢 他就被忽來換去你根本就 其實你自己主導的時候你要排東西的時候都OK的 但是當你 去當人家助理的時候你沒有辦法了解對方的 想法或者是對方比你還要專業他指什麼然後你完全沒有 沒有辦法意會的時候接下來就很慘 就被罵 而且也是一樣他也是他們覺得你怎麼那麼不適任 反應那麼慢你怎麼反應不過來 可是 通常那個時候你光是要硬 搞清楚你現在在哪裡就已經是個問題了 何況是你要去 知道的時候他在想什麼 是啦其實我那時候剛進行的時候也是一樣我那時候 剛進來其實我記得我第一個片子是 高露捷的廣告吧 我那時候其實 當助理那時候當助理其實 不會接觸到什麼很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 找場景 我就是每天 跟我的那個帶我的製片每天騎車 在台北市然後到處去問 因為 我那時候又怕聲又不好意思問 所以我只能 跟在旁邊 看了看了看你帶我的製片去問 所以這個場景 能不能借 然後我們拍幾張照片 去做成資料這樣子 然後還要去借道具啊 也是一樣就是 只能接受 只能接收命令 我只能接受命令然後去做 那時候是跟學生時代是完全不一樣 學生時代我可以 做我想要的東西但是那個 進了工作環境之後就完全不一樣 沒有你在自己在學生時代你是自我步調我可以花 半年 來搞一部片 可是當我進場了以後我就發現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天你就要把東西弄出來 因為你弄那麼久那這支影片到底要賺誰 人家還要付你半年薪水 不可能 所以你要趕快想辦法弄完 你弄不完嗎 那你弄到完再回去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真的是這樣所以就是每天都很晚下班 然後第二天可能還很早就要去 出去工作這樣 然後就一直不斷被罵 我記得前三個月簡直是弄 你都開始懷疑這到底是不是你的興趣 就真的因為你的生活太苦了然後 你一直不斷的被嫌棄所以你會開始質疑你自己到底行不行啊 所以背後面他的那個痛苦就是能夠理解但是 但是背後面還多一個情況是他是在很多人的環境 我現在我是只有一個人在這樣對我 那他的情況呢他有點像當兵 他遇到一堆學長 老屁股什麼的 對那他就變成要在這個環境當中那個有備份之力加那個的環境 就算他可能有一些好的表現甚至還會被排擠 那只能夠說 但是我覺得他現在應該會的差不多了OK的 已經變老屁股了 我覺得對慢慢要變老屁股 聽他講話就已經覺得慢慢老了 從剛剛他這樣子 講話其實我總覺得他其實內心總是有一股 怨氣 總是 就是有一股氣總是覺得不吐不快 像剛剛才幾十分鐘他就講了一堆東西 好像那個他不講出來他這輩子會有遺憾 那種感覺 以後你要常常來那個夜未眠 其實可以常常來啦 才可以發現你的壓力 這裡就是一群人在那邊 的一個環境 沒有我們以前真的這樣子就是有的時候比如說有一些 有些客戶 有些客戶 做影視真的就是很容易就是內行就是內行人要幫外行人做事情 外行人要指導內行人 對那有的時候那個 指定太過奇怪或者是太堅堅持了點 然後我們都很不高興的說你也不好跟人家講 那有時候就是我們東東大家就是工作到很晚的 工作到很晚以後然後晚上半夜都一起吃宵夜 然後那個那個就是吐槽大會 搞什麼鬼啊 你知道就是大概就把你剛剛講話 對阿對阿對阿 你這個安息突然就對阿對阿對阿 你看你剛剛怎麼不講 對阿 這樣比下來我覺得公司好像也算很溫和 對阿公司我覺得應該算很溫和 對阿 很內斂吧很內斂其實只是不講出來而已 對對我知道安息你心中的苦 對寶寶想你苦我都知道因為你 因為安息的情況呢老爹安息老爹的情況 是 他呢 只要有壓力了他都往臉書上丟 對 所以他那我只要他突然間看到他開始長篇大那時候 喔既然新瓜來都 都不會鬆快 對就是我大概知道了 然後他就會有時候都會寫一些自我肯定的話 對不對這一次怎麼怎麼 他們都你怎麼怎麼 你其實是把臉書當日記寫的 對 好好好你還說你還說 就是你剛進行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我沒有我是覺得公司他算是一個比較溫和的公司 他可以給你的 嘗試錯誤比較 多的機會 對那 就剛剛你們就是 Bio兄他講的那些話其實我都沒有沒有經歷過 真的假的 沒有被罵了 沒有被吼過 我是有被導演吼過啦 怎麼樣發生什麼事 沒有那是因為我那時候做事 因為我那 我現在做事實在晚餐的企劃編劇 編劇 對 那我們這次 我們這種編制是比較特殊 就是一個企劃配一個導演 然後就兩個人就下去去拍一個家庭 這樣子 但因為人手不足的關係我必須要常常去扛很多東西 就是腳架 然後或是 燈光的東西我都要幫忙扛 這是我跟促兄應該都 都扛過 不過因為 像促兄 是技術組嘛 所以促兄一定是扛攝影機 但我那時候當助理 助理就是扛雜物 助理不能碰 攝影機 像你當企劃但是要碰攝影機這個算比較少見 對比較少見因為我們 人手配置都是比較少 就是一個企劃配一個導演這樣子 那有時候因為我負責事情比較多有時候會忘記一些細節 導演就會當場就會說你 可不可以主動一點這樣 因為我有時候會沒有留意到一些細節 然後他就覺得說我做事情好像反應有點慢 這樣子 我跟你講這是常態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因為 我跟你講任何人 都有這個情況 我也曾經發生過 就是為什麼我怎麼會知道你在想什麼 因為他們 他們總是會一個 因為他們做久了 所以他們會習慣性的要進入某種程序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你沒有進入這種程序 事實上就是 一個他們心目中認為你這個人 不專業的一個證明 對對 他就說這樣 對對對 我可以 導演身份說一句話 就是 因為當導演嘛當導演就是所有的那個 構思都在我腦海裡面 這時候自然自然而然會覺得說為什麼其他人 都跟不上我 這沒辦法 這沒辦法 我像那個時候 我還記得我印象最深刻 去拍 他們在有一次是我們 那時候工作的人他們在拍一個 咖啡 做咖啡就是咖啡器材的一個 那個 剩產品影片 教學影片 對就是那種你去買咖啡機 他會附送你一篇光碟 然後教你怎麼做 這種咖啡 然後就我們就連拍二十支 然後在那個那個棚裡面這樣 然後弄一弄呢 然後 老闆就攝影師 然後他再配一個他自己外面之前他的助理 但是他現在也是攝影師 就是他自己出去接安 所以他回來這邊 輔助他這樣雙擊 然後我們幾個就在旁邊 支援這樣 然後當他說就是要那個 就突然間跑過來 就突然間 膠帶拿過來 膠帶拿過來 那邊要用 然後我就 然後去買膠帶這樣 然後就 一到他們這邊我就把膠帶 交給他們說 交代給你 然後沒想到他們就瞪我一眼說 你要撕下來遞過來一張啊 不是 就是意思就是說你要 你要看這個情況 你要看 那個monitor裡面的東西 他們缺什麼 然後你要成 就是你要 你就是不在狀態裡面 你就是在發呆 所以當我要你 拿膠帶過來的時候 你就只是乖乖把膠帶過來 你不知道膠帶要貼哪裡 對啊 然後那時候就 然後就 那個時候 就是我 老闆助理就 說你看 你是這樣 現在就這樣教 然後說 沒辦法 那時候 不受教 兩個人當的那個 當著我面在談論我 我的心中非常的難過 然後就是他們 不幫就是 他們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 把我當成空氣 你知道嗎 現在的孩子 都這樣 然後就是 我來打 然後我就在旁邊 這樣嫩住 哇靠 那個心裡面很受傷 你知道嗎 他們常常就是會這個樣子 但是 我其實我後來也覺得啦 我一直都覺得我不是很激烈 因為我只能覺得我的反應其實不是很快 所以有的時候我在那種拍攝的時候我都是很緊繃的狀態 就是那種很神經質 神經緊張 就是他們又怎麼樣 然後 我有一段時間我也那個什麼影響到 後面來的人 就說跑起來啊 幹什麼 就是為什麼 因為當我那個 後來我已經被鍛鍊成是 你直接就拍片 你就好像是那種 零戰狀態 那種狀態 就全身像觸電一樣 然後 你就等於完全盯著老闆看他怎樣 那他也真的是習慣這樣 他只能站在那邊 然後 手往這邊一擺 然後你就突然間衝過去把腳架夾在他面前 好好好 真的是這樣子啊 就是然後 或者是 到了現場 你必須要立刻就是 就開始盯那個場裡面到底有沒有插座 為什麼他要加燈 所以一定要你去開始布線嗎 為什麼你要 你最好讓他覺得你有在做事情 然後很機靈 然後或者在他 想的時候就可以提到一些事情 那個其實就是 你慢慢 變成 慢慢要熟悉 你慢慢變成一個 攝住了 但是 這件事情其實我 我得說啦 我還是沒有學好攝影 因為 他脾氣很壞 所以我很怕他 所以 當他要教攝影的時候 他也不是很會教 他會不耐煩 然後我也很怕他在面前 我也很怕他在他面前超近 所以只要在裡面有攝影的工作 我都會自然習慣性躲避 所以我在公司裡面到最後 我就是去做剪接 剪接然後 或者去弄那個音樂的那個什麼 mix mix 那個東西 然後我就管理 我就找一塊 其實我是找一塊空間讓我存活下來 就是我要找一個 你需要我的一個 一個理由 然後 那當然 當時 剪接這個東西 其實每個人一開始都會剪 老闆用的東西可能就是比較傳統 就是他會用一些那種那個 套一些那個效果 就是那種 就是粉碎 翻頁 就當時那樣子 其實算是很厲害 就是有 好像就有效果 這樣子 他曾經有一個理論 就是說你如果把他撿到人家看不出來 客戶會不會覺得你沒剪 你剪得太好了 人家會 沒有發 沒有發覺結果那個時候 反而會造成你的麻煩 所以你最好弄一些 那個很 好像很花俏的效果 讓他覺得有在剪 不過那是那個年代 因為那個年代 那個什麼能夠顧你剪接的人 真的是不多 所以他們就是會習慣 習慣性的希望看到一些東西 啊 對那 可是我後來在自己處理的時候 我可能對於一些音樂比較敏感 所以我就 有自己的那一套 我甚至音樂庫我都記了下來 這樣 就是 這真的 我這邊可以建議大家那個有在 弄那種東西的人 你要 你要儲存你自己的 Source 所謂的 就資料啦 那我在那個單位裡面他 那個音樂庫其實就是一大堆在那邊 那你平常要去聽 就比如說音樂 或者音效 你平常要去聽 然後聽久了以後就知道 你幾號 可以用在什麼地方之類的 真的是這樣子啊 我後來就會變成 他們就不能有人知道在哪裡啊 但是我知道在哪裡 我會隨手掉一個過來 哇 就到最後他們 我走了以後他們 沒有辦法用這個東西 就變成只好用我自己過去的那個 的project 那個東西 把他拉出來用之類的 就算 就像是 我可以大概聊一下就是 像最近那個什麼 前幾天館長那個東西 對 館長不是跟吃屎哥打架 吃屎哥去宣戰館長然後館長 幾秒就把他擺平的那支那段那段影片 然後那時候看完手養然後就幫他配的那個東西那些東西其實 其實我自己是還算滿意啦 因為我其實不是一個很會做那個視覺特效的一個 工作人員 我的我覺得我的能力是在於編排故事然後寫腳本 然後跟剪輯 然後還有音樂密尺這些東西 就是像 F的一費這種特效我其實不太會 但是呢我覺得我自己 做的還不錯的原因是因為我其實 我覺得我的眼光還滿準 我選擇這個音效弱的那個點子對 就是他當那個館長踢人的時候 館長踢人的時候那個 那個聲音是知道要選什麼在哪個地方弱那個點 對然後或者是上面的血條他什麼時候要往後跑 之前都是一個戲劇 都是戲劇性的事情 那一支那一支我其實他的那個表演本身都已經夠戲劇化了 但是我們只是幫他做一個加油天出的工作就是我們幫他做那個 對決的畫面 然後在那個VS的畫面然後後面那個協調那些要在打的時候那個什麼時候還會有還會補 然後打一打到紅色不見 不見了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會變成 你平常要那個鍛鍊然後你才能夠慢慢累積成這個東西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那支影片的 高明之處雖然自己講自己有點好笑啊 我覺得我自己在那邊我覺得我自己滿意的地方是我選擇字體啊 或者是我弱那個音效的點啊 我自己做出來我覺得我自己是不會不會覺得丟臉的 所以我才會這麼就是或者是我為了其他然後把那兩個貼在上面 然後如果真的貼在上面只是單純貼在上面又是很難看 所以你還要想辦法把它調到有一點接近 那種以前的那個CRT的那種感覺 真的啊就是這些東西都是小MAGA就是一點小東西然後調一整整小感覺然後那個東西就會變得更像 對可是如果你 沒有那個經驗的話 你可是你平常對於看那些東西沒經驗 你擺上去你都會覺得怪怪的 可是你也說不出來怪嘛 就不協調的感覺 這就是所謂的很多人選字體怎麼樣看起來都奇怪的這個原因嘛 你在影片上面上字 你怎麼看都覺得很難看 為什麼你平常沒有在看 你平常不習慣沒訓練 就是你要看排版 像我只能說我在弄那個東西的時候 以前在購物台 剪購物台BCR的時候很痛苦 沒有排版過 我沒有在影片上面排過吧因為我以前在學生作品的時候我是剪劇情片 劇情片是不用上字啊 你只要上旁白字就好了 對那可是 真的要你弄的話人家可不是讓你乾乾淨淨剪個東西你還要做一些效果什麼然後你還要 你要有那個視覺的那個什麼 排版的那種規劃 然後真的就那時候惡補就開始翻雜誌什麼就看那個他們到底知識擺哪裡 到底怎麼用 然後他選這個字 然後就是這樣子一直不斷在那種 一直不斷的翻然後就覺得你自己看自己東西就不好看嘛 就覺得很難看可是你自己內心有一個文青的魂有沒有 你自己總是很喜歡去成品啊有沒有 然後看破爆啊 然後你就會覺得為什麼內心東西那麼好看我做的東西看起來就很露耶這樣子 怎麼看起來就很很像那種那個什麼 然後就是那個 第100台啊或者是剛剛那個什麼那個 大俠丟過來那支預告片很明顯就是平常沒有還沒有那個訓練 那種的 做的 用心細明體然後覺得好像有那個感覺可是怎麼弄都怪怪的 對啊那你可是那些東西真的就是在你 日常生活看 你看康棒 看雜誌 看廣告內頁 就是突然間都變了你的生活經驗 然後音效的配配點 說說老實話那個東西真的來自於我小時候看 看打電動啊 就是有人在玩快打拳後沒有錢頭十塊沒有那個十塊錢 你只能在旁邊聽音樂看他們打 九二九十你就是 那些動作 突然間在腦袋裡面有一個印象 可是你的記性可能就很好然後就等著記這個東西然後就是想要把那個東西寄給重現出來 那這個時候就是就又回到你在練這個東西你平常到底累積的多少東西 好啦這個是一點 老生常談 老生常談 我看到那個有一位網友叫Johnny Super那他很不怕死 他說我也好想學隱私相關的職能 哇 沒有啦我覺得想要去媒體工作多半都是你自己很有熱 很有熱情 就是很想做那種事情 我很少去媒體 你最清楚啊做媒體這一行你兩種情況 一以前夠多 二你會累得跟狗一樣 我真的 但他他那個作為網友想學也不是不行啦 但我 只能說 我真的 也沒有說 當興趣做做可以啦 但是要真的靠這行混運吃 你 你撐不住你真的會死 整個每一個媒體 整個每一個媒體人都警告你不要緊 對 你說累得跟狗一樣 我覺得這個還 這個還簡單一點 我覺得當狗還比較輕鬆啊 哇對 有的時候比狗還健 那跟我們講 有的時候比狗還健 真的啊 而且很多時候其實那種 記者線有的 都是24小時 uncall那一種 你還說勒 不是不是今年的時候才才剛滿那個氣爆五周年 啊 我就想起氣爆發生那天我隔天 當天晚上就叫電話隔天一大早凌晨四五點就上了高鐵 馬上趕下去待就待了一個禮拜 我覺得 那個台南 圍貫大樓倒塌那一次也是 好可怕 好啦這個我大笑熊寶來報道 沒有在我想要回答他問題 呃 想要當沒有我先我要先回答如果你們想要做媒體工作的話其實我是覺得我也不會去阻止你 因為說老實話那個 我們我就說我們 我沒有遇到媒體的是沒有沒有夢想 他們想要做這一行其實絕對是有夢想才來做這樣因為這一行真的不好混 就是你進來的時候你都是先會被霸凌一番 對然後接下來你看看有沒有辦法存活下來 對那你存活下來 你還不一定 賺得到錢 你就會很苦哈哈在那邊每天在那邊 淤泥裡面掙扎求生 我都已經30幾歲要40了 我現在也 我覺得我還是過得蠻辛苦 但是就是也沒什麼存錢啊 就賺不了大錢 我在家裡面的人都會在那邊念 可是為什麼你就是不後悔你就是想說就是選擇活在當下這種情況 所以為什麼上個禮拜講那個 從前有個好萊塢我會特別有共鳴 我就是媒體人啊 他那個要動的靈魂我怎麼會不懂 對不對 對啊那雖然他們是弄電影可是我是弄電 弄那個什麼 就一直都沒有辦法接觸到電影 最近有在接觸電影 但是之前的那個 那種在苦難當中那個什麼 活在當下那種感覺我是絕對知道的 好吧那個什麼 我也可以補充一下 像我們剛剛聊了很多老人那些都很兇殘的故事 但是那些老人很兇殘 某些 其中有一個原因是因為這些老人也知道說這個圈子其實是 非常非常現實的一個圈子 你有沒有能力其實 如果你真的沒有什麼能力你很很容易 就會 就會失敗的 像其實這個頻道的那個忠實觀眾應該知道說觸凶其實 除了這個頻道他其實前 前一年還前兩年其實也曾經在其他的頻道上有過一個小節目 其實那個那一陣子有一次觸凶就有邀我過去 看 所以他那種拍照 當時拍那個節目的人 我稍微看一下 其實那個他也是很有熱忱 他也是很有熱忱的人 但是後來觸凶不是去大愛臺 其實大愛臺也是有一次訪問 那個大愛臺的那個水準就明顯 你叫很明顯 人家的資歷超級高 大愛臺的那兩位真的是我老前輩 對 這兩項一體叫 那個大愛臺那個節目跟那個很有熱忱的人 他做出來那個節目他 水準 很明顯就有落差 雖然說 對那個 那位很有熱忱的人 這樣直接講起 有點傷害他 但是現實本來那邊 隨便一個觀眾啊 你兩個 這樣直接比較 就很明顯看出來說 大愛臺那個很明顯好很多 然後會覺得說 另外一個那個很有熱忱的人做的節目 就是 就是很可惜 就只關靠熱情撐 感覺少了跟什麼那樣 對對對 其實就是 就會覺得很可惜 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 可能 可能不太行 這時候 如果不直接指證他 反而 害他 我都覺得有的時候沒有那麼的好心啦 因為這個應該是說這個行業 其實是一個蠻弱肉強食的一個行業 所以像那個BioMan剛剛講的情況 其實 基本上 要存活 像你剛剛提到說那個什麼 好像那個越狠心的人越好存活 為什麼因為這個地方 有的時候也不只是說你能力好你就可以活得下來 就會變成你 你到最後其實會有一點那種 因為那個什麼因為那個碗就是那麼幾個 那你要搶你關係好或者你會會那個早 能夠操任關係的話你就有辦法丟在那個地方 那 那我去弄是說老實話我來弄這個頻道其實我算是 被踢出來的人 因為真的厲害了不用做這個你在裡面當主管 像我們這種做這個還在做這種這種 像這種免錢的他們是不願意做的 但是為什麼我願意做這個其實就是因為我還有一些 因為我還沒有那個什麼理想還沒掛 有些時候其實做到做到某種程度他會想說他要安居樂業 然後可是這個東西就是會有一些 像 其實這幾年可能對他們的殺傷力比較大 因為那個 產業的結構轉變太大 然後還有那個 技術 技術的那個改變太大 像在之前是比如說像在那個非線性出來之前 2030年其實是非常安穩的時期 一台機器一台攝影機可能數十萬一台 百萬一台 然後一台那個那種那種剪接機啊 也是數百萬 買得起的人很少 那如果你買得起他基本上你就吃你就你就吻吃了就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要來這邊跟你出機器 大家都要來 你這邊剪輯 所以你只要你只要累積好這個器材就好 可是在我那一輩出來的時候這個東西這個生涯平衡被打破 為什麼你只要一台個人電腦就可以處理 雖然比較比較爛但是對很多對很多廠商來講這樣子也可以反正他也看不出來 生產設備變比較低一點 然後到YouTube出來之後那個網紅 背出之後又再盡力另外一波 就更簡單的 用手機就弄了 用手機就弄了然後人家就知道廠商也更不在乎這一點 然後就就就就換那一批人哀哀叫 然後基本上我就是哀哀叫的那個族群 那我現在像我現在用這個東西我也沒有變比較好 我的技術是不是比他們存手我也沒比較好啊 館長還是很紅嘛這個館長不用很那個啊 超地方也很紅啊不需要嘛 對不對 他基本上那個東西其實以我們的觀點 他只是一個會動的powerpoint而已 但是 他們還是能夠獲得高流量為什麼因為他們 其實我覺得很多影視老咖的那個什麼 沒有看不過這一點 因為他們能夠 受到歡迎 並不是他的影片製作技巧很純熟 而是他們自己講的東西有觀眾要看 所以他有他的那個特點 比如說館長很 的嗆聲 或者是超地方他講的那些內容 那有他們的觀眾要聽這個東西 那我們 我們這一輩的人其實比較像我受媒體訓練這一群人 他們其實比較不重內容 他們是很注重技術的 就是比如說一個東西然後你看我把他拍的多漂亮 然後你一定要給我錢 然後他流量怎麼可以不 不夠多 但是不是 就是觀眾的需求不是這個 可是他就一直在鑽研這一塊 可是像立方他們這種 族群出來以後 有好也有壞 壞的情況就是像其實這件事情是全球化的情況 不是像之前那個什麼 時代雜誌啊 或是一些那種報紙 那個什麼大報紙 歐美的報紙 他突然間開放記者其實用手機來拍 然後他照片也可以送 就於是就是有一個統計說平均的那個照片的 的那個什麼美感 程度都普遍的下降 因為以前是 會去磨這種東西的 現在比較不會磨這種東西 然後再加上影片製作的那個普遍 所以現在的那個都變了 就是比如說你今天包那個什麼就是 做一個那種商業性影片的東西 他收費可能收很高 可是他 他的那個技術其實 他的美感是整個 直直下降 直直下對 但是他們其實也不是很在乎 因為他們在乎的變成功能性這件事情 對 那這一點衝擊 其實我覺得大俠跟我應該都有遇到過 因為大俠之前是 就是大俠現在還是 大俠是廣告的導演 那廣告的導演其實一直以來就是把每一個畫面磨到很漂亮 然後腳本是由 那個可能有客戶這邊 他們自己有他們一個既定的腳本 那這些既定的腳本可能本身 他不一定是這麼擁有那個什麼內容 觀眾的那種創意點 比如說像可能是你如果把這個東西 其實是分工啦 其實 其實我說 其實說穿的 其實我也不是什麼超一線導演 頂多就是二三線的導演啦 其實很多東西就是 代理商 他們先想好 表本 我再 再給我拍 可能偶爾 頂多問我一下說 有哪些地方是我需要改的 其實我真正 控制創意的地方 理論上是比較少的 我就是 提供我的管理能力 跟我的 拍片能力 把別人想的故事拍出來 但是觸凶剛剛提到說 這幾年開始有一些變動 因為 就是大環境整個在 變成說 我有時候也要自己跳出來 想一些東西 這是一個機會 但也是一個挑戰 因為這跟我以前所學習的東西 跟長期習慣下來的東西 就變完全不一樣 對我來說 我其實也是把它視為 是一個機會 因為我以前在做這些 技術的時候 我其實是有很多 很多 想要發想的東西 但是當時就是不得 就是 你沒有辦法備用 因為 你提出的這些點子 其實是對他們來說 是不實際 對那是 只是說現在在做頻道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機會 去證明我的 想法之類的 因為我當時的想法是說 我做這個東西 因為為什麼 無法證明說 這個東西會成功 因為我沒有 他從來沒有讓我做過 那既然沒有做過 那無法證明有沒有成功 那只好 唯一的做法 只好你自己先做 那如果你有獲得了一些 肯定 那當然這個肯定是直接面向觀眾 這有點像是同仁製作者直接去賣漫畫的概念 就是比如說我現在是影視製作者 然後 我直接 面對觀眾 以前的情況不是 以前是 你不需要面對觀眾 你也不需要為流量負責任 你是必須要那個 對方花錢 來請你 你的觀眾就只有一個人 就是 那個花錢的老闆 然後 那個老闆 他 分配他的腳本 然後要你派出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 那至於他的決定 有沒有辦法獲得流量 那是他的事 那就是你收錢走的 然後在這段時間內你可能在這一個 這一個案子裡面你想要 想要發揮你的創意 然後他要信任你 那如果他不信任你他就調整你的東西然後你就覺得很委屈 對啊 可是因為你不是大師因為他還不認為你是大師他認為你是工具人所以你就你的那個創意就被磨殺這樣子 對啊 那 現在的情況只是說我 一部分在接那種東西一部分我去在試圖跟觀眾證明我 我其實我的點子其實是可行的這樣子 對 但是 還沒有成功 因為現在流量其實很低 所以囉 對 你要說我沒挫折我其實也不是沒挫折 對你會覺得我肉那麼辛苦然後 為什麼那個隨隨便便的東西好像可以有很多 可是 你就是做不出來那種東西啊 對 他們有他們的高明之處 你知道嗎 有有有網友在問說導演仔細想想就是需要很多實力跟很強運氣吧 所以就我自己當導演 其實我自己 最近也覺得說其實我現在坐上這個位置大概有50%是運氣吧 就是 在某個剛好的時間剛好的機緣 讓我剛好 撞上了這個位置 當然 我的確是有一點點小能力啦 但我不敢說跟其他人比起來說我有多厲害的地方 像 其實有一件有一個小故事啊 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我跟初兄都是傳播科系出來了嘛 那我們那時候都會自己拍片嘛 有時候也會參加一些小音展之類的嘛 那時候就好像是 一個台藝的 學生 然後他那個時候 我忘記他是跟我還是跟我同學就參加同一個音展 他們拿到了 但我沒拿到 但就我們沒有拿到獎 他們有拿到獎 所以他就是 開始做了一陣子獨立導演 拍了一些好像還不錯的獨立製作 可是後來過了幾年我就在有一天在Pulse上 看到他的那個死訊 因為他 因為他那就是 自己獨立拍片 然後 獨立拍片嘛 他就是一個小組 一個小team 很累 所以他們那個為了拍片 所以他們 每天熬夜拍片 然後 在高速公路上 被那個 疲勞開車 然後就出捨貨 就就就就就就這樣 就這樣 消失了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感慨 在這一行過勞時 或者是意外時的 機率其實 很高 太高 太高 你知道 10年前啊 快要10年吧 就是那個時候有一次 我在看新聞的時候 然後 就抱抱當時 颱風來 我已經忘記是哪一台 就是有一個記者 然後呢 他在過那個 溪的時候 掉到河裡面 然後就被沖走了 對對對 我有影響 我有影響 看 看那個媒體在爆他的情況 說他其實不是不能走 但是他的下意識在維護 保護他的 攝影機 所以他被沖走了 然後 當年 是當時帶我其中一個大業的那個 大哥他的好朋友 是 當年他才25歲 我那時候還記得他的年齡 因為跟我童年 然後我那時候就 突然間好像看到我自己 因為 我也是這樣被教育的 機在人在機亡人亡 我靠 對真的是這個樣子 你去哪裡都抱著他 因為他是很貴 你弄丟了他 你今天就是 你跳到河裡都完蛋 你知道嗎 真的是這一種情況 粗兄你提到這個案例 攝影組都是這樣訓練的 我這邊也是 粗兄你剛提到那個 有一個媒體同業的前輩 差點被水沖沖的事情 我想到有一次是 我去報導那個中南部那邊水災 那一次小英有去視察 那一次我跟我搭檔 原本是想說 我們就在那個 因為已經淹起水來 真的是車子過不去 我就跟我搭檔說 我們在安全地方 做完那個 新聞的滴來傳回去就好了 結果我們看其他才跟著挺進走進去 涉水過去 沒辦法 有一台過去我們必須要全部跟著過去 結果我們就也跟著一起這樣走過去 我那時候在走在那個水裡頭 那過程裡頭 我說真的有好幾次 我 這個可能是我第一次講 有好幾次我覺得我自己差點沒有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 我們去 因為那邊是一個 飼料工廠 然後我們去訪問飼料工廠 那個老闆 然後訪問完了 拍完他那個廠區災情的狀況以後 那我搭檔跟我講說他想先回車上 我身上有多帶那個 記憶卡 我就好你這張卡你先幫我拿回去 那我這邊我再補一些畫面 我等一下跟上 就只那5分鐘我在那補畫面 再回過頭去看 我搭檔在那邊 就是我看我搭檔後來回去以後 就是有一點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然後又在那邊就是 嗯 就講難聽有點又哭又笑 可是又在那邊 各種情緒湧上的那樣 我就跟他講不回事 換你下面的事情 結果 那個 帶我們那位駕駛大哥 啊順帶一提 那位駕駛大哥前陣子也離職了 可是那位駕駛大哥 他在我 轉去 三立那邊工作的時候 幫了我很多嘛 然後 那位駕駛大哥就跟我講說 你剛剛在哪裡 我在補畫面啊 你知道你搭檔剛剛差點淹死 掉到水裡面去了 他那個時候在經過那邊 就我們那時候在走那個 就是水面已經淹過的那個路段的時候 那邊是已經 我們去的那個路段 我真的不講誇張話 我們去的那個路段是淹到說 我就像剛剛初生講 手要舉起來舉機械的那種 我是已經 走過那個路段已經淹到 快淹到脖子 我可 我們是這樣子挺進去 那時候跟我們一起挺進去是哪一家 東森 因為東森挺進去 我們必須跟著挺進去 更早以前還有一次是在那個 妖怪村是在南投對不對 我會忘記 好沒關係 反正就有一次我們去妖怪村那邊的山區也是 那個時候因為也是颱風 那個路段坍塌完全挺不進去 我們各家媒體通通都是在落石的位置 那個時候還有石頭一直在滾架 我們都在落石位置簡單拍一拍 最多爬到落石的頂端去拍一下就離開 因為爬到落石頂端以後上面還有一些吐石油 我們不知道下面地基的狀況不敢過去 好笑的來了 我們大家各家都不敢過去 拍完以後就回頭就來 接下來就等那個小山貓上去把 路段清乾淨就好 那時候我還在那個年代 沒多久我們接到那個 編輯部打電話來幹掉 你他媽的誰叫你們不停進去 知道TVBS的人已經在裡面了 畫面都傳回來了 後來TVBS的人出來 我們問說你們怎麼在那裡 我們前一天就剛好住在這個旅館裡面 我們也不曉得這裡路完全被封到 我們根本出不來 人家是他媽的前一天晚上就住在那一邊了 然後跟我們講說人家進得去你為什麼進不去 編輯部 編輯部 那一票他媽的跟畢業就直接進到那個 媒體高層那邊然後連 現場第一線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連子彈連槍都沒見過那一票 畜生王八蛋 越罵越兇了 聽得好爽快 那我的重點是講說就是 剛畜兄講到那位前輩的時候 因為那天剛好也是我們大家跑完台風天 然後我 隔幾天吧 就回台北以後 然後因為頒表調度問題 我臨時改支援大業班 然後跟幾個大業大哥就聊到有這個事情 他們想說他沒什麼 然後就剛好講到 出雄講到的那個 新聞上面那位被水沖走的那位攝影師 其中就講說他是我的好朋友 真的 我那時候覺得覺得蠻感慨 情經歷過然後我跟其他大業大哥在聊到的時候 然後就講到出雄剛講的那個案例 就是其實拍攝 現場其實是很危險的 對 不是重點是有些高層的部分 我就是真的不客氣一點 就我們在內部 然後呢 員工大會的時候 包括什麼總經理啊 包括什麼 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 大家出去採訪要注意安全了 真的太危險不要挺進去喔 沒多久看到有一家進去 你為什麼不進去幹 你他媽的花那麼薪水騎你回來幹嘛 什麼 他們講話會那麼難聽喔 開會講的那一套 現在跟我講這一套你他媽的照顧做 常有 好啦 這個 我真的覺得那個我們卵場很久 沒有沒有 太假了 沒有沒有不要給大家 不要給我們觀眾 負面負面的東西講完就好了 不會不會其實這個東西是很有趣的主題 歡迎各位有聯想的那個人 與新鮮人來參加那個傳媒場業 你有機會跟我一樣當導演 新鮮的歌 沒有應該是說 其實我覺得 還是需要一些新人加入啊 不要聽到我們這些比較不是很好的經驗就覺得缺負 你有機會那個吃香喝辣 然後那個環遊世界之類 有嗎 環遊世界 講到這個我前幾天我又差點要被派去 派去香港 我差點要去學怎麼樣 躲紙 怎樣用毛巾 這個要小心喔 真的要小心喔 好啦 好啦 我是覺得那個早 早 進來本來就會這樣 對 但是 但是因為他 平常沒那麼 沒那麼多機會進來 所以其實進來的時候 那個 像他上次講社會新聞 我會覺得很酷啊 因為 我雖然也是媒體從業人員 但是我其實 不是跑社會線的 然後 社會線的事情 都很有趣 對啊 像上次 上次聊黑社會電影的那個時候 對啊 對啊 然後聊一聊聊到金馬影帝 今天拿芒嘎影帝的那個晚上 沒有明天 我們那個時候 先聊今天主題了嗎 還是 沒有今天本來就沒什麼主題 其實我們標題有寫那個 但是我們標題有講那個 痛苦與榮耀跟黑袍九塔 對啊 痛苦與榮耀 對這個就還是要講一下 那個呢 特別行動不講 特別行動 你有誰有看嗎 我啊 對喔 安心 看喔 因為民眾沒去啊 你知道 就是給 隨著小編啊 對 等一下那個 我沒有拍過AV啦 我是拍那個杜雷斯的廣告 大俠拍過AV喔 不是 拍過其實我覺得也沒什麼大不了啊 我覺得就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啊 拍AV是一個令人 覺得很有趣的 我說真的 你真的要拍AV拍得好也不容易 你真的要拍AV拍得好也不容易 我也覺得拍AV 你連鏡頭你要會拍 然後焦要對得好 我只是想要證明 我就說就算是真的拍AV也沒有差啊 因為說真的 就像我剛剛講嘛 焦你要會跟 光你要打得好 然後你那個鏡頭什麼時候該那個 抓捷什麼 我有一些心理障礙 這些都是技巧工啊 其實我是蠻 我是那個什麼 我其實是 如果有這種機會 我其實會很想試看看 但是呢 我覺得我一直在想說我有一個心理障礙 就是當攝影 去 因為裡面 你怕拍一拍自己會有反應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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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那個AV男優曾經有講過就是導演必須要 確認一下 他有沒有怪味 然後你就要聞他的雞雞 因為我心裡面過不了這一個關 你確定不是怕說拍一拍忽然有 不是 是那個前陣子清水劍講的嘛 而且 應該是說那個 如果你常在看A片的話 你就會發現有時候有一些A片其實是有很刁鑽的角度 那些刁鑽的角度 都會讓你覺得 你那個等一下攝影機我再不想拿 那個他的那個位置真的是我覺得有點不舒服 那個日本日本拍攝他們其實 不那個不太用大型機器拍攝 對我知道他用小機啊 他是用小機器 感覺起來有時候那個 要嘛就是攝影師真的太太會喬那個位置 要不然我都覺得我 可能要人要躺在他的胯下或什麼我才有辦法去取這個金 然後但是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我覺得我可能過不了這一關 其實就是如果怕女孩子跨下我覺得我 我會覺得很幸福 你當作就是只是 取景一些比較 沒有沒有沒有就是就是我對於那個什麼接近男性的跨下這一點我心理上 就這麼簡單 對所以我會有點不舒服 沒有我覺得我如果如果他們要求要這樣子的話我會過不了那一關 然後還有他們要 然後每次看到女孩子那個 潮催我都覺得有點不舒服 因為當我知道他其實 我當我知道他就是 喝了比較多演出來 他其實就是尿的時候我其實心中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真的是啊 有一篇那個什麼有一次有一篇我看到有一篇那個什麼 那種那種那種婦產科的醫生寫的專欄 那我不知道那個是真的還假的那個 那先那個醫生總是很喜歡寫一些那種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案例 不是就是那個他說故事嗎然後那個故事裡面都有點 我覺得有這麼誇張嗎但是也不能也不能夠說他是真的 錯了但他會藉機要跟你 講一些知識讓你先嘗試 然後這裡面就提到說有一個女的就是因為 來來救醫師因為 他的先生嫌他 在 床室的時候那個 都不會吵吹 就很難過 然後來問醫生說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吵吹 然後醫生就說 那個就是尿啊 他說 怎麼可能呢 他說然後醫生 對你的身體裡面那個位置然後能夠儲存很大量水分的 器官請問有哪一個 他不就只有膀胱 你可能你可能分只是靠分泌然後能夠噴出東西來嗎 那一定是尿啊 嚴格說起來我們影片上面所謂看到的潮吹 講難聽點 那已經是尿失禁了 是啊 只是說有些人在演的時候就是 再加上一些表演能力之類的 對那 當我知道這個姿勢的時候當我看到那個畫面我就覺得有點不舒服 因為那個床都濕掉了 靠北 那到底等一下要怎麼清 他們在那邊一直弄 然後我就看著那個獅子床那邊想 等一下要清 你當就是你的成員媒體從業人員以後你都會去想一些別的事情 就是有時候就連看了一片你也會有這個職業病 哇這光打得還不錯 然後那個 那邊有影子進來了 那個地方應該要再加個幾板架然後那邊要遮補一下光之類 會有這種想法你知道嗎 所以 所以 沒有其實拍電影也會喔 看電影的時候也會有這個畫面 有時候他們有一個比較傳統的光影的時候 哇那個前面擋了一個板子 突然間出戲然後你就開始在講這個 就開始想之前 像剛剛講到這一點 昨天我在看那個氣魔的那個試片的時候 他片頭那一段那個 男主角莊凱勳 在那個一鏡到底那一段的時候 最後一鏡到底收尾在進到正片片名之前那一段 我覺得很可惜的是他並沒有說直接跟進去讓他先扁完那一個犯先 再慢慢把鏡頭拉開 我一直覺得很可惜 你這樣講我都可以想到我們等一下可以聊氣魔 我忘記了 好沒關係我們先講那個痛苦與榮耀 對 我看完鏡頭的那個 第一組一鏡到底的鏡頭以後我覺得那個鏡頭很可惜 如果他是先跟進去 讓我們看到他在扁那個犯人 然後再慢慢拉開來讓我們知道說原來是因為有個小女童的屍體 在那個地方那個畫面的張力會比 就是現在我 職業病 就會變成換作是我我才不這樣拍 這樣子 太好了 我們畫跌動力轉揮 我們要聊那個 痛苦與榮耀 這個可能 因為安西說他那個時候希望能夠讓他 雖然現在已經死了 還是先講 先講完命關頭 因為畢竟已經上映了 然後 完命關頭 沒有痛苦榮耀不是也這個禮拜嗎 8月1號 好像是耶 那個大家對於那個 完命關頭比較有興趣嗎 我覺得完命關頭應該很會講完 對啊 因為畢竟那個什麼 安西本來那個那天問純正小編看來也問不出什麼 對 有何經歷 沒有我剛剛有講你們在那邊上線的時候我有說 我可以看得出來你們兩個都害羞 所以練習一下就好了 這是練習 這是需要練習 安西是因為 面對鏡頭害羞還是 沒有沒有 安西是面 我覺得安西是面對純正小編害羞 你不在 搞也要幹 奇怪了你明明是誰來晚餐的製片 怎麼回事啊 就是在拍的時候就看起來光 我從鏡頭的操演我就知道你在扭捏 而且那個 有個不好的習慣是那個 昨天小編他講什麼呢 你會在那邊 跟那個音一下聲音都被錄進去了 沒有啦那個是用手機錄的 所以他的那個手收音本來就 要忍住 要忍住 那個那個環境本來 判斷 你當下應該要判斷說這一段拍的是好還是 沒有啦 我那個導演病又跑出來了 但是我其實覺得這是好的 反正我們也不是 不是針對你這個人 而是針對這件事情 以後該怎麼處理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感謝您的支持 感謝您的支持